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且支持多种的高级索引 其实这两个功能是一个相互相成的 Hoodie在支持了多种高级索引的条件下 它通过高级索引能够快速定位到 对应数据的所在的文件 然后才能去高效地进行一个Delete和Upsert 然后是支持一个数据的合并以及重分布 这个其实是和Hoodie本身的小文件和文件分布 有关那些表级别的优化 就比如说它可以将不同的小文件去合成一个大文件 并且可以将BaseFail和DeleteLockFail 也就是增量跟进文件进行一个合并 这个后续我们会讲到 其次它有个多引擎的支持 比如说它是支持了Flink Zpark Hive 以及Pristal 等多种引擎 它的写入和读取 都是可以支持多种引擎的一个方式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 就是Schema Evolution 这也是数据合成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特性吧 就是它可以支持Schema的一个变更 而不需要去对整个表进行重建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 它的Hoodie的一个文件布局 我们先简单看一下右边的这个示意图 DB Table是指的这个Hoodie Table 它所处的一个表名和数据库名 然后点Hoodie目录 其实是它的一个原数据目录 里面记录了TimeSave 0 TimeSave 1 TimeSave 2 就是它写入的具体的时间戳 其中Commit代表它是一个 就是直接写入的一个文件 在MOR表里面可能是一个Compassion 或者说Catherine的一个Commit 然后在TimeSave 1是个DeltaCommit 它在MOR表里面就是一个Append的一个Log的 TimeSave 然后底下写的底下的Data等于2021-01-01和2021-01-02 就是它具体的数据分区里面 数据分区里面有可以看到有多个File Group 其中File Group GUID1和FailgroupGUID2 是两个不同的Failgroup 不同的Failgroup中间 它可以分别有多个Timesafe 比如说TS1 TS0写了个爬粿的文件 TS1写了个Delta文件 TS2就生成了个爬粿的文件 那么这三个其实都是 同一个Failgroup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Failgroup 它的一个逻辑定义 它的逻辑定义是 单个分区内数据的水平切分单位 比如说在单个分区内 它所有数据是根据Failgroup 来作为一个区分的 而不是根据具体的文件 来作为一个区分 并且第二个特性是 它每个Key只存在一个Failgroup中 这个地方是分全局 或者分区的一个概念 就是它可以 每个Key是可以分全局为一 也是可以分区为一的 然后第三是逻辑上 它是一个逻辑上的文件概念 特定的FailID 但实际上它 会存在多个文件 然后它的组成部分 其实是所有归属于这个FailID下 多个版本的文件 Failslice集合 就比如说像 Failgroup GUID1 TS0 它其实是个Failslice 而TS1.delta也是个Failslice TS2.delta依然是个Failslice 它等于是有三个Failslice 它这个整个集合 就是这个整个Failgroup组成 其中BaseFail也就是 默认是Paket的文件 它是一个列层文件 而LockFail它是一个航层文件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Hoodi的一个表类型 Hoodi主要分为Copy&Write的表 和ModuleV的表 我们先从场景上来 梳理一下这两种表的情况 第一种是Copy&Write的表 它场景其实更加适合于离线场景 也就是写手读多的一个场景 它的存储都是以列存 默认是Paket的格式来存储的 它的写入额迹是 读取Failgroup中已有的BaseFail 然后与更新数据合并之后 写入新的BaseFail 这样一个场景很明显就是 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写放大 然后其次是ModuleV的一个表 它的场景其实更加适合于 时时和就是近期时的场景 也就是写多读少的一个场景 而存储是航存和列存结合 DeltaLog和BaseFail的结合 而写入其实每次写入数据时候 更新都会先append进一个 航存的DeltaLog 写入指定次数之后 航存DeltaLog文件会与列存的BaseFail文件 进行合并并且生成新的列存文件 即compression的过程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每次写入其实性能会比较高 因为它并不需要去读取之前的BaseFail 并且重新写一个新的BaseFail 但是相对而言 它没有进行compression的过程之前 它的读取效率是相对较低的 因为它需要在读的时候进行合并 也就是Module Read的一个含义 然后我们右边有一张图 来比较清晰的描述这两种方式的区别 对于copy-on-write和Module Read来说 在数据延迟方面 copy-on-write是明显更高的 而Module Read是相对较低的 因为copy-on-write每次写入 都会需要去读取之前的一个BaseFail 并且写入一个BaseFail 有读放大并且写放大 在更新的成本上 copy-on-write是比较高的 因为它每次写入 都需要重写整个盘归的文件 而Module Read它只需要 Append到DeltaLog文件就行了 在写放大层面 copy-on-write也是比较高的 而Module Read比较低的 也是之前说到过的 说到的就是copy-on-write 它需要每次Commit 都去重写一个盘归的文件 而Module Read只在 Competion上才会去重写 但是copy-on-write的最主要的 最重要的优势 就是它对实时查询的性能 它会相对比较高 因为它只有盘归的文件 只需要查询盘归的文件就行了 而Module Read 它不光有盘归的文件 还有DeltaLog文件 在查询的时候 它需要将两类文件都读出来 并且在内存中进行merge 然后才能够读取到正确的数据 所以相对而言 它的查询性能是比较低的 然后我们介绍一下 Hoodie的索引 首先Hoodie的索引 它是用于定位 更新数据所在的Fail Group 从而进行快速更新的 然后它目前主要是分为三种 那个索引 首先是通过Bloom Filter的一个index 它是通过Bloom Filter来判断 P是否存在已有的Fail Group中 它的实现方式是在Packet的Forter里面写入一个Bloom Filter 然后在每次读取的时候去扫描文件的Bloom Filter 然后判断这个P是否已经存在在已有的Fail Group中 但是这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会存在假阳性的问题 所以说相对而言 在大数一样场景下 它的性能会出现一个急剧的下降 第二个是HBase Index 它是通过HBase来记录 Key和文件的映射关系 解决了Bloom Filter的一个劣势 它是可以直接通过Key来获取一个映射关系 但是它的劣势其实是需要维护一个额外的HBase系统 并且HBase的系统的性能 也会影响整个Hoodie的写入和查询性能 第三个是Bucket Index 就是通过Key的哈希值直接定位到Fail Group 然后这种方式它不需要有额外的存储 并且也不会出现假阳性的问题 然后可以仅仅通过HoodieKey的哈希值 就可以直接定位到对应的Fail Group 就是非常是高效 但是它目前的问题是 你需要在写入之前就预定好Bucket的一个Number值 然后后续是不能够进行改变的 不过这个功能目前已经有同学正在进行贡献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index和没有index情况下 它的一个对比图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四个Fail Group 它每一个Fail Group的Base Fail是100兆 Log Fail是25兆 那其实每个Fail Group我们是150兆 我们在有index的时候 因为我们能够准确的把Log Fail和Base Fail给对应起来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合并600兆的数据 就可以读取完所有的数据了 但如果没有index的话 八个Log Fail和这四个Base Fail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进行分类的 所以我们只能每个Base Fail去把所有的Log Fail 读取一遍并进行merge 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merge1200兆的数据 可以很明显看出这两个的区别 然后我们下一部分介绍一下Hoodie的表服务 为了维护Hoodie表的写入读取性能 还有保持它的一个小文件数量等目的 Hoodie是提供了多种的一个表服务 其中主要的是Compassion, Classroom和Clean 当然还有Archieve以及Indexing 其中一部的Indexing应该是新版本的一个 新的功能 Compassion的话 它其实主要是用于合并Base Fail和Log Fail 用于提升读取效率 右边这张图 然后细致地描述一下这个Compassion的过程 在Fail Group1的Fail Group中 它其实是有V1版本的Data Fail 和四个对于V1版本的Log Fail 其实它一共是有五个文件 如果说我们不经营Compassion的话 我们需要把这五个文件都读出来 在内存中进行一个Merge 然后再去返回读取 我们进行Compassion之后 我们就可以将这五个文件 直接合并成一个新的Data Fail V2的一个文件 然后后面读取的时候 就只需要读取五个文件 可以大幅的提高读取效率 然后第二个Cathrin 它主要是用于重工布 整个Fail Group用于合并小文件 就比如说我们的单个Fail Group 可能会比较大 可能会达到两个G 甚至更大 然后但是实际情况下 我们读取这么大一个Paket 降低一个读取性能 所以我们可以用使用Cathrin 设定一个比较合适的参数 可以将一个大的Fail Group 拆成多个小的Fail Group 也可以将多个小的Fail Group 合并成一个大的Fail Group 来优化它这个文件的读取情况 而第三个Clean 就是清理版本过期文件 还是如右图这个示例吧 就我们生成VR文件之后 如果说在我们只需要 读取最新版本的这种情况下 其实V1版本的文件 就可以被清理掉了 那么的话 我们的文件数就从五个变成了一个 好的 那我们就开始第二部分 就是落地的场景 就大规模落地的实践 然后首先是落地的场景和规模 直接跳动目前是国内数据壶 覆盖数据最多的公司之一 覆盖了百PB级的数据 然后目前主要覆盖的场景是 有离线输舱 实质输舱 数据分析以及推荐广告 这么几种场景 我们后面的介绍 就以禁实施入户的这种典型场景为案例 来大概说一下字节内部的一个落地实践 目前禁实施入户场景里面分为几个数据员 首先是MySQL和Kavka 这是两个比较常见的数据员 一个是MySQL的CCC或者说直接的数据入户 然后他在经过Flink的时候 他就做了一些轻度的汇总 然后直接然后写入了Hoodie中 然后就可以直接提供一个对应的一个查询 第二种是通过Kavka里面的数据 Kavka log数据 通过Flink进行一个轻度汇总之后 写入Hoodie表 然后还有第三种就是CCC模式 就是MySQL通过CCC的模式 直接落到了Hoodie中 比如说ODS或DWD 然后再通过Flink进行一个 轻度的汇总 然后在Hoodie轻度汇总的表中 我们比较常用的是Pristal和Spark来进行查询 然后查询的方式一般来说 有看板BI 有交互式查询 有KV汇总 以及他会有查询之后再次写入Hoodie 通过一定的计算逻辑之后再次写入Hoodie 都是我们这边比较常见的一些做法 然后我们地缘暴露的一些问题 是说这个任务 它的就是写入任务 它经常会出现占用资源比较大 任务频繁重启 Compassion无法及时执行 从而印象查询 以及调整Compassion策略需要的重启任务 分析下这个问题主要是我们使用的是Flink的异步Compassion 这种方式会导致任务占用资源比较大 由于写入和读取共用资源 需要Compassion Operator预留资源 其次它的写入稳定性比较差 还是由于它们是共用资源 如果遇到Compassion同时 Writer在flash数据的时候 有可能会由于资源竞争 从而导致Chompassion的失败 或者Compassion失败 然后第三个是Compassion执行不及时 由于每次Chompassion的完成 只触发一个Compassion执行 并且Compassion Function 它是串行执行Compassion Operation 在调度Compassion比较频繁的场景下 就会出现Operation执行不及时的问题 从而印象查询性能 除了这种方案之外 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可选方案 也就是Compassion Job 然后这种方式它的使用成本比较高 是需要用户额外配置一个 离线的调度任务 也就是相当于用户需要维护两个任务 一个是写入任务 一个是Compassion任务 并且管理成本比较高 一个任务配一个Compassion Job 对于平台方来说 任务太多 并且它与分散 没有一个统一的服务进行管理 只能将任务 从事调优等运维操作 都放在用户侧了 第三个是无法收敛 随着任务数增加 当前的方式会使用户 运维成本越来越高 平台测的oncall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第四是扩展信查 后续需要支持Compassion Indexing 等表服务 如果每个服务都使用单独的Job 那么管理起来将会是一个灾难 我们期望的解决方案 其实是有一个独立高可用的 服务提供功能 也就是提供对应的表服务的功能 然后同时一个服务 是可以管理所有的互底表 并且这个服务 它是拥有完善的监控报警体系 可以提前暴露风险 其次是它是比较易于运维的 将互底表生命周期的表服务管理起来 然后比较方便我们做运维 比如说重视 比如说对它的Plan进行修改 等等一些方式 最后一个是将表服务等运维操作 对用户屏蔽 第三部分 表优化管理服务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表优化管理服务的第一个版本 也就是V0 在这个调度过程中 Flink作业它只进行Compassion Schedule 并且它就是不会在写入作业中做真正的Compassion 然后Compassion Service会去定期的扫描 这个HoodieMassDoll 并且拉去喷定的Compassion Instant 然后在表优化管理服务Compassion Service里面 使用Spark进行异步的Compassion Service 是个定时作业而不是常驻服务 在这个版本里面Compassion Service 就是可以完成比较基础功能的一个 将Compassion从Compassion里面抽取出来 然后它有几个 它有需要改进的点 也就是 第一个是 它写入流程与Compassion的资源是隔离的 这样的话 它写入的稳定性就会比较高 第二是它是一个服务 进行所有互底表的Compassion任务执行 降低了运维和接入成本 用户就不太需要去感知Compassion的一些东西 第三个是 一次执行所有的PendingCompassion 不受Compassion的限制 但它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它频繁扫描 HoodieMassDoll 对HoodieMassDoll会产生一定的压力 第二是所有互底表的Compassion任务 会一起提交监控执行的状态 如果出现常委 就会偷卖整个Compassion的速度 这也就是说它是同时去监测所有 这次提交的Compassion的一个作业执行情况 当它所有的Compassion执行成功之后 它才会去尝试提交下一批 第三个是监控是缺失的 然后这块我们只有一个执行失败的报警 但是比如说执行实际人办等这些监控是比较缺失的 然后基于V0版本 我们的一些痛点升级到了V1版本 V1版本的主要改进点 其实是通过常驻服务来提交Compassion的一个任务的提交 执行以及从事的行为 并且实现了Instant级别的隔离 也就是一张表不同的Instant是可以并行执行的 其次是完善的监控指标以及告警 比如说有任务执行数 失败执行数 正在队列里面的等待数等等 我们根据右边的这个视力图就能看出来 不管是Batch作业还是Streaming作业 它都会直接将Instant去写入TableManagerService存储中 TableManagerService会去扫描存储并去执行CompassionJob 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一个表管理服务 但是这样的话它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个是它服务是一个单节点的 不具备高可用性 是通过Client的容错来回避的 也就是说如果说TableManagerService 它们出现当机或者说不可用的情况 而是我们是通过在Client端去做多次重视 以及就是访问不通的一个容错 来避免写入任务不会失败 不会因为TableManagerService不可用而失败 第二是它的配置是没有进行收敛的 它依然是需要写入任务进行额外的配置 比如需要用户通过配置来感知这个TableManagerService 第三个是它没有天天删标准操作 就是会导致很多无效的程式已经报警 比如说用户其实把这张表删了 那它的对应的Compassion任务肯定是失败的 但是因为没有去监测类似的行为 所以说会有很多这种无效的任务 其实没有被及时清理掉 然后还有第四点其实是只支持了Compassion的一个job 然后在此之上我们就升级到了VR版本 然后在此之上我们就升级到了VR版本 它的改进点主要是通过MateStore增加Listener接口 TableManagerService是通过Listener的回调 来获取TableService的Instant TableManagerService它是实现了一个 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HoodieMateStore它是有一个 基于刚刚的问题 我们是升级到特别约化分离服务的VR版本 我们先看右边的视力图 它是通过BatchJob和StreamJob 它是没有直接去访问TableManagerService了 而是直接去访问的是HoodieMateStore 去提交他们的这个Pending的一个TableService的Instant 然后在HoodieMateStore里面 我们是在里面加了一个ChangeLog的Listener 然后监听到对应的Pending的Instant的时候 会通过回调的方式调到TableManagerService 然后存储进TableManagerService的Storage 然后Executor会去读取Storage 然后并且执行多种的一个Job CastionJob、CompationJob和CleanJob 然后改进点主要是增加了一个Linster接口 并且TableManagerService实现了多实力的一个部署 就不再会出现例如升级的情况下都会导致不可用 第三点是用户自定的参数是通过键表指定 TableManagerService通过MateStore来拉取 也同时写入认为又不需要去写入TableService相关的参数了 其次是除了知识Convention之外 还知识Castion、Clean等Job 并且提供了一个运维接口 方便提供任务的运维 然后这个地方是监控管理的一个界面 比如说有多少正在执行的Job 然后有多少执行超时的Job 成功执行的Job 然后执行失败的Job等等 包括它的一个延续时间 第四个是未来的规划 然后对于表优化管理服务来说 我们未来是希望支持TableManagerService 它尤其是支持主动的调度任务 也就是类似于支持数据归档等等利用方式 就比如说我们每天在某个时刻 比如说早上八点 希望将过去一天的数据进行一个备份 然后其次是支持一个TableManagerService的调度表服务的一个功能 就不需要Client进行调度 也就是说将表服务管理的调度功能也给抽取到TableManagerService里面来 然后这样的话Client就可以彻底和TableService这些的功能就不需要感知了 其次第三个就是支持Flink Engine 因为目前只支持了Spark的Engine 然后第四个就是新支持Indexing Job 去提升这个表的一个足取性能 然后就还有个服务质能化 也就是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作用上限 Case by Case进行的调优耗费人力资源 并且很难追上业务的遵速 因此我们需要实现自动化的Compation Plan的优化 里面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就我们需要自动采集数据的变化 自动生成数据分布优化计划 自动执行优化操作 也就是我们底下这个算是我们目前预期中的一个完成方案 比如说我们是在TableManagerService里面会加一层Optimizer 那个模块 然后在这个模块里面 它会通过用户的查询去进行一个抽取 然后根据用户查询Circle去智能的判断 是否要优化用户生成的Compation Plan 并且也会根据 也可以根据用户配置的一些规则 来进行自定义的更改 剩下的其余规划就是Schema Evolution 比如说支持增加字段 删除字段 Rename字段 修改字段 重排序字段等 还有Spark Road Writing 这个就是社区的RT46 就是直接支持Spark 直接写入Log 而不需要通过Arrow转换 是可以提升一定的读取和写入性能 然后还有并发的支持 我们这边是希望能够支持任务流P去并发写入 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次分享 谢谢大家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